人品典范来看到的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慈悸之工洪淑珍 他从事家庭帮庸的工作 一个星期唯一的休假日就是他的慈悸日 不论是访式、亲子班、环保或者是培训课程 他都积极的参与 而事实上今年的4月份他才被诊断出罹患了膀胱癌 但是行善的脚步依旧不停歇 反而更加的把握机会付出 每天工作12小时难得一星期凶假一天 慈悸之工洪淑珍也不空过 因为他很赶做工 又要吃又什么很不够时间 也要出来我们真的很为他担心 无论是仿式关怀、亲子成长班、环保日等活动 14年来都能看到他的足迹 有时我是在想我们是很无度无常 我们下一秒钟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每一个引人这样子 有的做就要做 即使今年4月动了膀胱癌手术 洪出正义康复还是带着志工投入伺迹活动 我觉得他比较有那种用心去关心那些病痛有苦难的人 有时候还没有什么还是要出来 所以很感恩他 引导我们 把照顾户当家人爱护 洪淑珍的陪伴让人点滴在心头 所以我是想对对对的事我要去做就对了 我也没有去想到 我只是想我要把把握一年 戴新闻饶鱼认邓凯生 马来西亚报道